大学生就想说 哦 那应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原理做成的吧 这样子 那一群人就讨论了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工程师拿出笔记本抄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请进小剧场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二四六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嗨 今天星期四 嗯 八月十九号 对 你知道再过四天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吗 二十二号吗 对 我知道 是什么 就是我们节目播出满一周年的日子 对 真的 好像梦一样 对啊 而且 好快哦 重点是我们的节目 集数已经突破两百集了耶 哇塞 哇塞 这应该是你要哇塞吧 因为都是你自己制作的啊 我不可思议 我们要不要加一下总时数 哇哦 应该已经大学都可以毕业的时数 我不晓得什么意思啊 你都四年 大学的上课时数加起来 哦 我不知道 我都没有去上课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翘课翘太多了 所以这样就可以毕业了这样 对对对 早上音听课还翘到就是 期末考没办法考这样 对 直接死当 嗯 对啊 那我要邀请大家 就是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的说明栏底下呢 有一个 呃 夫妻纯聊天的官方的社群 嗯 那加入社群之后就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还有我们啦 就是一起互动 是LINE的社群 对对对 点进去呢 就可以加入LINE这样子 那个社群就是可以跟我们互动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 官方的LINE AT 嗯 那一个 那一个LINE AT啊 就感觉很像是那种 呃线上的节目连结的资料库吧 嗯 你可以输入特定的关键字 比方说音乐啦 星座啦 日文啦 萝莉啦 之类的 嗯 还有你的星座的名字 你之后可以得到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呃连结 就是我们帮你整理好的连结这样子 嗯 哇真的很用心耶 对啊对啊 这些东西都是由你来做 我都不用做 对你不用做 那你可以出一张嘴叫我干嘛这样子 我觉得很有趣 嗯 然后 我觉得这个社群有个很不错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互相的互动嘛 嗯 可以聊天啦 然后或者是分享自己看到的不错的剧等等的 对 那最近呢 我在这个社群里面开了一个投票 嗯 就是因应我们要一周年啊 嗯 我们就是有一个QA时间 对 这样子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话 或者是想要问的问题 都可以在那个QA的讨论区 嗯 应该是投票区 对 可以问我们问题这样子 嗯 对比方就有人问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的笑声是这个样子 是我们吗 应该是你而已吧 你有时候也会笑出很像智障的声音啊 呵呵呵 那种声音啊 有时候我们是很环保的一对夫妻 环保 就是你吐出气 然后我是吸气 因为我的笑声 什么啦 我的笑声是倒抽的啊 就是我们很环保 就是你吐出啊 然后我吸进去啊 哎呦 我觉得这好脏哦 这个在疫情期间讲这个很不舒服耶 循环 哎呦 对 那就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这个社群 然后还有LINE at 可以跟我们互动哦 嗯 好 那今天啊 我想跟你聊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老了之后 我指的是那一种退休以后的老 可能就是六七十岁那种时候啊 你会过怎么样的生活 嗯 哎其实我有在幻想啊 我有点想要就是当一个会种花种草的人 你现在就可以啦 我对但是 我对 对可是我觉得现在我比较难一直在家里面 我觉得那个生活会比较让我比较紧张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开始种一些盆栽这样子 对就是呃做一些跟植物疗愈有关的一些 一些事情 嗯 对 然后我可能就是会一直看电影吧 嗯 看影展啊 嗯 然后听音乐会啊 嗯 然后演出啊 嗯 就是我觉得应该绝对不会无聊吧 对 我觉得你的兴趣实在太广泛了 嗯 你绝对不会没事做 对 就是那种一般社会里面的那一种 孤独老人啊 就说哦 我的小孩都已经走了 我空潮 哦 我的人生没有重心了 哦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绝对不会这样子 我爸不得现在就空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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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跟小孩的关系是 我没有特别就是要黏着他 然后他 像我今天就是提早一点下班 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回来 他就很兴奋的跑过来 就说拜拜 拜拜回来 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好 很爽 很爽 但是我也没有就是 对啊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我还蛮满意的 就这样子 我觉得稍微保持一点点距离感 嗯 对啊 然后如果 譬如说有一天我忽然很早回来 他就会很惊喜 嗯 我觉得那种 然后就是享受那种小确幸 我可以帮他洗澡啊 这样子 你帮他洗澡时间应该不多了啦 对啊 上小一之后应该就没这机会了吧 可能我变成老人之后 他可 搞不好是需要他帮我洗澡 哎呦 要搞 哎呦 搞不好哦 对 好 那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的老后生活啊 其实是应该是 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要思考的吧 比方说你可能要有一些 属于你自己的兴趣啦 或者是你自己 很在意的一些的重心 就是你自己很喜欢 专业的领域什么的 我觉得那都是很重要的 对 以避免说你真的没了工作 或者是小孩子也不在身边 你真的一个人住的时候 哇我要干嘛 不知道耶 这样子 这样还蛮可惜的 因为人家总是说 啊等我以后退休之后 我就要出国干嘛的 可是搞不好那时候 你可能体力也不是那么好了啊 什么的嘛 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从年轻的时候 开始锻炼体能啦 或者是培养一些兴趣 然后等到你真的有那个时间 可以做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再好不过了 对 对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部电影就叫做 机器老男孩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部片 这是我们看的第二次了 对 对 在他推出DVD的时候 我们就有看了 对 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对对对 但是我那个喜欢感觉就一直留在心里面 可是后来我这一次在看之前 我又有点稍微忘记他的剧情 所以我又好像是在重新看了 一个新片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 就是效忠带累的感动 对对对对 真的是既爆笑又疯狂 然后又有一点惆怅 可是最后还是很温馨的一个结尾 这样子 对 真的是很棒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啊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这怎么可能也太扯了吧 所以就是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就是你是一个很注重 逻辑性的合理性的听众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不可能吧 可是有时候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那些很扯的剧情 才会觉得说 其实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 搞不好真的会有什么奇迹产生 其实你说他不可能吗 其实我觉得 这个社会有很多荒诞的事情 我觉得他就是在讽刺这个社会 所以我觉得他 我在看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因为搞不好 真的就是会有这样子 这么瞎的事情 因为如果大家失去了思考能力 有可能就会 一面倒的就是会觉得 这个是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 一部剧 你看起来好像很荒谬 但是其实 那就是我们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的 不可理喻 对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导演 我们其实之前有做过他一部 就是生存家族 对对对 其实这个事情好像也很扯啊 对 就是总有一天 后来所有电都不能用了 连装电子都不行 对 可是他就是发生了 对 我就很享受这个导演 他常常会设定一种 就是丢一个状况题 然后我们就是全民面对 然后怎么解决 然后产生很多的 情境喜剧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他会设定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 对这个 对状况 或者是世界嘛 然后就是让你融入其中 说那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样 这样子 对 对那我要说一下 《机器的老男孩》这部片的 日文的原名叫做 是来自两个单词组成的 一个是roboto 就是机器人 robot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jiji 就是老头子 老爷爷 oji sa那个jiji jiji的意思 把它加起来变成robotji 就变成了机器爷爷吧 这样子 机器人爷爷 对 可是呢 他把它翻译成中文是 机器老男孩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妙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翻译 真的 因为他就是可以结合 机器老人这个话题 可是他把这个 男孩这个字放进来 就又可以凸显出 这个老人的个性 对 对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 有赤子之心 对 那个同心未鸣的感觉 真的是让人觉得 这个老头子 真的是又讨厌又可爱啦 对 对 好 那我要说一下就是 呃 你刚刚提到这个导演嘛 他叫做石口石进 其实他有非常多 很快智人口的电影作品 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 生存家族 还有一部叫做 娜娜神去村 哦 这部我也很喜欢 对 我也是 然后还有就是 我很喜欢的就是 摇摆女孩 在2004年的时候 嗯 上野树里眼内服 真的是大爆笑 对 嗯 他的风格常常就是会这样子 就是忽然来一个 就是让你觉得很爆笑 可是他又很冷静 对对对 对那种片段 真的 然后还有就是 2001年的水南海 嗯 那部片里面有很多的男生 都是在 现在都超红的 对 都是一些知名男星 像什么 西夫木冲 对 嗯 还有谁 哈哈哈哈 你讲走了 还有我们也都要讲 玉木红 哦对对对对 对 反正就是当时就是 很菜的一些演员啊 就是演一些高中生嘛 后来都变成型男这样子 我会知道这部片 真的很好看 我会知道这部片是 我以前的大学的日文老师 嗯哼 对 你知道吗 我大师的时候学的 嗯 然后他 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片 嘿 对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 还是很喜欢小鲜肉的那种 哈哈哈哈 这种女老师 我觉得这种片 我应该是说 像那个摇摆女孩啊 或水男孩啊 他们都是讲 差不多的一个大纲 就是说 一群素人什么都不会 然后突然要做一些 很专业的东西 对 然后还真的给他做出来 那种很瞎很扯的事情 像水上芭蕾 就是水男孩 就是一群男生跳水上芭蕾 对那摇摆女孩 竟然是他们是变成一个band 就是很组成一个band 就是 他也很荒谬 因为他们 怎么可能最后就变这么厉害 他们原本是鹰痴 哈哈哈哈哈哈 总之就是一个虾 可是呢 有时候真的会被那些 呃 他们 有点撒不冷 对的感觉 对 有点就是怎么 感动了吧 就是哦 他们很认真在做那件事情嘛 就竟然成功了 对 那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 机器老男孩 也是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就是 他们好像真的是门外汉 可是最后还是因为 他们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最后就变成了 真正的专业 好励志哦 真的很励志 嗯 太爆笑 好 那这部片呢 是在2012年1月的时候 在日本上映 2012年的时候 11月在台湾上映 当年的金马奇幻影展的观摩片 就是这一部 那这部片呢 在讲什么内容呢 就在讲一个阿公 嗯 他就是已经七十几岁啦 他叫做林木崇光 鈴木老爷爷 他是一个独居老人 然后呢 有时候觉得自己 好像生活没什么重心啊 可是他有一个兴趣 就是想要演戏 他就是参加 那个他们镇上的 一个老人会 就是那个罗敬凯 长青会 可能就是一群老人的 联谊会吧 他们可以一起泡茶 聊天啊 然后有一次呢 他们就是要办一个 成果展 就是一个戏剧 嗯 然后他就是演一个 小角色这样子 就邀请他的女儿 还有女婿 还有女儿的一对儿女 一起来看这样子 对 那老爷爷 就是林木崇光啊 他就是 呃在里面 嘎了一个小角这样子 一上场的时候 他就想说 那我要做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舞步啊 想要就是引起大家注意这样子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真的很想红 我们刚好最近在谈到星座 是谈到狮子座 我高度怀疑 他是狮子座 他真的非常有 自己是舞台上一个 star的那个意思 对 他明明就演一个村民假 在那边 就是大家快看我 我要这样子跳舞哦 这样子 结果一个不小心 就闪到腰了 这样子 就去照X光 这对四十座来说 是多么大的屈辱 对 真的 然后因为他就闪到腰 身体不舒服嘛 然后就是 就有点想要耍脾气啊 就跟他女儿 那个女儿是何酒井硬剑 饰演的 我第一次对他感到有印象 应该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看一部日剧 是他跟那个 唐泽寿明演的那个 东京仙旅奇缘 你知道吗 哦 我知道 超级老的一部日剧 对 那时候我就是 那时候我还看的是 中文配音的耶 然后他后来就演一些 就是比较妈妈的角色嘛 然后他就是在 七七老男孩 这个电影里面演 林木阿公的女儿嘛 就是他们就在讨论说 啊就是 爷爷你不要 他不是讲爷爷 他就说 爸爸啊 你啊 不要就是这么认真的 在那边演戏啦 这样子会摔倒 会不舒服什么的 可是阿公就是 有点不太想要理他 就是有点吵了起来 有点口角 对 嗯 然后呢 后来那个女儿 就是有点不高兴的说 啊 爸爸 你应该去工作吧 这样子的话 你才不会没事做啊 阿公非常的生气 就说 你怎么可以叫我去工作呢 我都已经退休那么久了 难道你要再让我 那么累吗 这样子 两个人就是 一言不合的 就是又吵了起来 于是呢 这个 何秋景云见 这个女儿就 一家子就开车离去了 就离开了 嗯 然后阿公啊 就回到她独居老人的生活 她的太太应该已经过世了吧 嗯 就一个人看报纸啊 看电视啊 觉得好无聊 嗯 然后呢 她就是无意间发现了 这个报纸里面有一堆的夹报的一些广告单 嗯嗯嗯 有一些真财的广告 对 对 有什么真财的广告 就是她有一些 什么要真看护啊 还有美容师 类似这样的工作 对 可是呢 她有一些资格限制 还蛮严格的 比方说 一定要59岁以下啦 嗯 不能超过60啦 还有什么看护的证照啊 一定要有美容师的执照等等的 嗯 总之阿公看来就觉得 很唏嘘 真的哎 我都不能做这些工作了 我年纪都70几岁了 不行啦 这样子 嗯 这个时候她看到了一张广告传单 对 在里面的 对 嗯 那一开始我并没有说 这个 这个传单到底怎么来的嘛 嗯 其实它是来自一个公司 对 印的一个夹报的广告传单 嗯 这个公司叫做牧村电机 嗯 它是一个专攻家电的一个公司 就是它制造 还有设计家电这样子 嗯 可是呢 因为他们老板啊 就不知道哪来的 就是脑筋烧坏 就说 哎 别人都在做机器人 我们也要做 哪有这种事啊 然后还限时他们就是 一个月之内就要做出一台机器人出来 然后就找了三个人在那边 浩大气功 他也是 做的 哈哈 对 然后就叫了三个这个员工啊 他们也不是很懂 反正就是叫他们一定要 给他努力的做出来就对了 嗯 然后 然后电影的一开始 他们就是在讲说 就是这三个人啊 已经没日没夜的研究了 可是还是做得很不好 这样子 嗯 然后 在这个一个不小心的时候 那个机器人突然动了起来 还给他摔到楼下去 等等的 哎 代表他们其实蛮有实力的 还可以让他动起来 哈哈 可是他们真的很 很稠 就是因为他们 他们在制作应该 就是已经累到 就是有点恍神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机器人在动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去拦住他 他就这样子待在看他 他就摔到窗外 对对对 他可能是在二楼吧 对对对 然后就是直接就走走走走到那个窗边 然后直接一个翻身就掉下去了这样子 然后 机器人跳楼 对 可是老板说一个礼拜之后 要发表 对要参加一个机器人补览会 怎么办呢 这样子 不能被老板发现 嗯 所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制作一个 呃 机器人外壳的这个人偶 嗯 然后去 然后去征求一个 可以进去的 对 然后动作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 有点点 就是呆呆的这样子 对对 然后就这个夹暴 就这样子发送出去了嘛 还真的蛮多人来应征了呢 然后那个林木阿公啊 他就想说 诶 搞不好我也可以哦 他当时看到那个夹暴 就看到什么东西啊 这个竟然一天有三万日元可以赚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资格限制 比方说头围多少啦 身高啦 脚的大小啦 或是手的大小 这个什么之类的 各种的 嗯 有很严格的这个尺寸的规定嘛 对 他本来想说 算了不要去 可是后来还是一个好奇就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去吗 因为他有一个镜头是 他有看到有一个 呃 就是 就是类似那种 也有那种人 装在那个大的人偶里面的 那种活动 然后他发现小孩子都很喜欢 对对对 然后他就可能看看 他就 我觉得他心里面应该就在想说 诶如果我 我办了这个 搞不好我的孙子也会很喜欢吧 对 我也想要受欢迎 对 狮子座 就很像是什么 看到六福村啊 小人国那一种 在门口那边打工的人啦 那他就直接去应征那个就好了 那个好热哦 对 可是呢 他就想说 诶这个是什么 他这是一个 它是说就是 可以塞进那一个 呃人偶的里面的一个 的工赌生嘛 就是要征求这样的人 他就去应征了 嗯 然后呢就发现 哇真的很多 就是卧虎藏龙的人 很这个年轻的人啦 对 会跳街舞 机器舞的啊 对 然后甚至还会就是 演一些戏什么的 嗯 然后他想说 诶那我也来试试看这样子 就 可是呢 这个牧村奠基的三个员工嘛 看到这个阿公来 就是搞什么啊 嗯 他就问他说 请问你来干嘛 他说我来应征啊 他说那好吧 那请你就是 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 机器人的动作 端茶是不是 好像是端茶 对 然后他做得非常好 他就是脚这样 很碎步这样子 然后蹲着茶 我觉得好可爱 那个超好笑的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还闪到腰 对对对 他真的是 真的是表演的蛮好的 可是他没有 中选啦 就是那个 三个员工没有选他这样子 他选另外一个年轻人 对 可是后来那个年轻人他怎么样 他有过敏 他金属过敏 对 叫做金属 就是他套进去之后啊 然后就发现就是 承认起疹子 对对对 就发现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真的有人这样子哦 我不晓得 那个疹子大到我觉得 那是化妆的 然后后来就是 那个 林木阿公啊 就接到电话 他是第二人选嘛 因为他的尺寸 真的是都合 太合了 对 我觉得根本就是 机器人的先度瑞拉 就是这样子 真的玻璃鞋 对 他就是可以完全的塞进去 刚刚好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哇 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这阿公 他得到工作机会了也 想插一个话 就是我在听那个 先度瑞拉的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觉得 超扯的 就是为什么 那个鞋子 只有他穿得下 对啊 他会不会就真的是 全村就只有他 他有六根脚趾 什么意思 是畸形 对就是一定要 长得很怪脚 对啊 而且我觉得玻璃鞋 怎么穿啦 真的是 对啊怎么走 下爱 好 那这个 林木阿公啊 他就是一个 完全可以塞进去的 一个刚刚好的一个人嘛 所以他就是 因为他是第二个 就被选上了 这样 后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 公司不能够 让这个机器人 并没有被开发成功 这件事情 被公开出去嘛 所以呢 林木阿公 要进去的时候 是必须要戴着眼罩的 他不能够看 他自己被装上了什么 他去了什么地方 这样子 他必须就是在 他毫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就是 被安装上的一些机壳 然后呢 被带到了那个博览会 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 林木阿公 他穿的这个机器人 真的是很有一个样子嘛 就说 哇好像真的很强的样子 就是 很聪明啊 会走路啊 还会做各种事情啊 所以当他一下车的时候 所有博览会的人 都对他就是 非常的惊喜的感觉 哇 怎么会这么强呢 这样子 那轮到这个 他要上台的时候 嗯 原本他其实 并没有被要求 要做什么动作 这样子 就是直接讲说 哦 我们这个 木村电机啊 原本是开发家电的公司嘛 可是呢 后来我们就想要 跨足机器人产业什么什么 就开始做一些简报 这样子 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 想要 呃 浩大喜功的一些表演 就是这个机器人 他的功能 真的什么都没有 对 对 也不会 也不会做什么 很厉害的事情 对 就直接让他动起来 对 那这三个工程师 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员工 他们真的只是想说 把这一关过了就算了 这样子 今天我们只是亮相而已 然后等下阿公 等下你就下台领钱 拜拜 这样子 对 结果呢 这阿公 真的事实做的啦 他就是想说 诶 其他机器人在干嘛 然后他端茶 然后他跳舞 哼 我也会 然后他就 去跳那种 就是那种 那叫什么 什么舞啊 就是那种 我也不晓得 就是那种日本传统的舞 啊有点像是阿波舞啦 对对对 手会这样子 快叔叔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跳得 非常的好啊 就是 呃 机器人应该很难做到 这么细腻的 这个动作嘛 对 所以 就是全场的人 都为之惊叹 哇 这机器人太棒了吧 怎么开发的这么棒呢 对 然后那三个人 他们非常 面露男色 想说 完了 他如果做越多 就越可能 被穿帮 对对对 他们就 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 真的很好笑 对 然后在这个 呃 博览会的现场 有一个女孩子 是一定要提的 对 他叫做 左左木叶子 Sasaki Yoko 这个女生 她是一个大学生 她是一个 科技宅妹 她是一个 非常非常喜欢 机器人的一个宅宅 叫做 Roboto Otaku 非常的喜欢研究 所以她就是 想要在这个 博览会上面 就是观察 然后就是 把她喜欢的 这个机器人 拍下来嘛 看到这个阿公 实在是太 太惊喜了 一见钟情 对 她不知道那是阿公 她觉得那是 很棒的机器人 哦 我一直还没有讲 这个机器人的名字 叫做 星海风 哦 对 对 叫做 New Siokaze 为什么叫星海风 我也不知道 对 然后 那这个 左左木叶子 她就是到处拍照嘛 就被这个阿公 吸引了 应该是阿公 这个机器人 吸引了嘛 就很开心 那在这个时候呢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潮突然 就是涌动了起来 然后大家都开始 挤啊 推啊 这样子 然后这个 会场里面 有一根柱子 突然倒了下来 对 哇 真的太危险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然后那个 那场戏 真的是太好笑 就是那个 Yoko 她就是 很惊讶 张大嘴巴 啊 对 在这个时候呢 林木阿公 一个剑步 就把这个 Yoko 一把拉走了 就救了她 因为她这个 这个机器人功能 是救人 对 她是救难型机器人 他的潜能 真的超无限 对 她所有人都 比较阿波舞 还会救人 对 然后所有人都是 天哪 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 怎么样的科技 可以做到这种事情呢 隔天阿公就上报了 对 可是阿公 他不知道自己上报 就觉得 这个打工结束了嘛 对 就隔天看到 有新闻 有报纸 各种的报道 就想说 这个新海风山 太强大 这样子 他就觉得 可恶 我被骗了 这样子 对 然后 因为实在是 太 太有名了嘛 所以呢 这个 木村电机的老板 就是 非常的开心 健烈心情 就想说 欸 这个我们的 这个机器人 真的很棒耶 我们要给他上电视哦 然后他们 那三个 那个就是 那三个实验人员啊 员工 他们就是想说 不是只是说 露一下面 就可以结束的吗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却开始 让他变成是 他们的 独一无二的 风云商品 对 没错 所以阿公 他知道真想 可恶 竟然就是 本来跟我讲说 是一个人偶秀 我没想到 我竟然是 被 竟然要扮演 那个机器人 而且我都不知道 这样子 他就很生气 可是呢 正当他要去找 那三个 工程师算账的时候 那三个人 开车来拜访他了 就是说 可不可以 麻烦你 就是再进去一次呢 这样 然后 这三个工程师啊 一定要讲 就是分别是 很高瘦瘦的 再来是矮矮的 小小的 再来是胖胖的 那个矮矮小巧 就是我们上周 有提过的一个演员 他叫做冰田月 我超喜欢他的 我真的很喜欢他 太好笑 其实这三个人 都演得很好 我要插一个八卦 就是你知道他 他后来结婚的对象 是比他高19公分的 哇塞 模特儿 他几公分啊 他才16出头 160出头 他真的很可爱 非常可爱 而且他很有观众缘 就是他算是 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广告之王 就是有人开玩笑说 你随便转日本的广告 哪一台都有他 他接的超多的 真的 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观众缘 就是他真的演什么角色 你就会很喜欢 就是他就是很可爱的一个 对对对 长得也很可爱 对 然后演技我觉得也很好 对啊对啊 他就是演其中一个工程师嘛 然后三个人就是 跑去拜托这个林母阿公 说拜托你可不可以再进来一次呢 这样子 阿公就很不爽 说你骗人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冰田月 他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叫做 田中红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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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男生 那田中就跟这个阿公讲说 あのロボットできるのは 鈴木さんしかいないんです あのロボット 就是那个机器人 できるのは 就是你能够进去 你能够扮演那个机器人 这个人啊 就只有鈴木さん しかいないんです 就只有你一个人啦 这样 他说鈴木さんが必要なんです 真的很需要你啦 拜托你 赶快就是帮我们扮演 再一次就好了 就是我们恰不为例 就这么再一次就可以了 可是阿公非常不爽 就说 你开什么玩笑啊 他就拿出 那个新海峰被报导的那个报纸 就说 这个东西根本就是詐欺 根本就是诈欺嘛 诈骗啊 这太过分了 不可以这样子 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很虚阿公 就是千求万拜托的 就请他一定要 再打一次攻这样子 就他后来还是去了 好 那这个一扮演之后啊 我觉得那阿公 他应该也蛮高兴了吧 就开始爱上这种 成为目光焦点的感觉 对 没错 就是他觉得说 他 救了这三个工程师 而且呢 自己也可以有这种 表演的快感吧 对 然后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加戏了 对啊 比如说还会就是跟女主持人跳舞啊 然后是做一些 根本就没有这样设定的事情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阿公 他真的是变本加厉 觉得说 他已经变成一个红人了嘛 所以呢 他就跟这个 三个工程师啊 到处去上节目啦 然后出席一些活动之类的 可是呢 坚决不要做那种 学术型的活动 因为怕会被揭穿嘛 这样子 对 就是做一些 可以跟这个 小朋友互动的一些 小活动这样子 而且真的很爽哦 只要到外地去出这个通告啊 他都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对 而且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 木村电器 他们就 就说啊 就是会 你们 就尽量的去花钱 然后就是 等下回来打通编 对对对 对给钱 然后但是没想到 他们的钱多到就是 那个会计有点觉得 你们到底是吃 怎么吃这么好 对 但其实就都是 那个阿公在吃好 对 就是阿公他一个人住一间啊 然后就请按摩师来按摩啊 还有什么 Room Service等等的 就是那些 就是 极尽享受 然后其他三公程师 就是挤一个房间嘛 对 然后有一场 其实他们去吃饭啊 然后就是那个服务员就说 那我来附送一下 你们点的餐点哦 阿公点的超级多的 还有什么套餐 饮料什么的 送半年的那种猪啊 对啊 最后加一个甜点啊 什么的 然后讲完了之后 那这三位 你就是点那个 迷你乌龙面 而且是汤冰 就是单点的 没有套餐 这样子 就很可怜 就是 我觉得 阿公真的是 很过分 对 然后很好笑的是 在这一场戏啊 就是他旁边有 林桌 就是有一群 顾客就在讨论说 你们知道那个 新海风吗 最近很有名哦 对 然后结果阿公就回过头 就说 你知道那里面的人是我吗 然后那三个 三个那个 工程师 他们真的是 就是冒了一身冷汗 对 吓死了 对阿公说 开玩笑的啦 对啊 这吓死谁啊 对 可是我觉得这阿公呢 他其实 真正在意的 不是那些 身外之人 就是他最在意 就是他的家人 对他的看法了 对 就想说 诶我们家的这个 小孙子小孙女啊 听说很喜欢这个新海风 想说那我就来约一下 就是我要单独跟他们见面 这样子 对 然后他打电话给他女人说 诶下次我们可以约一个地方 记得三点钟的时候 在那个什么什么某个地方 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活动 预定要在那边 他就想说 在那个活动完毕之后 就可以顺务跟他的孙子 见面拍照 对 还可以签名什么的 然后就是约下我三点哦 结果没想到 他就是回过神来的时候 其实已经超过三点 哇糟糕了 就这样子跟这个家人 错过了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女儿啊 还有孙子孙女就觉得 阿公又骗人 每次都这样子 就是答应好的事情 每次都这样子 食言而肥 过分这样子 结果阿公啊 他就做了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 超级夸张的一些事情 对 首先要先讲到 这一个 他是在一个 类似像百货公司 这样的地方 对 然后他下面有那种 cosplay的活动 嘿嘿 对 那我觉得这场戏 超级让人捏把冷汗的 就是因为他就是在 那个在下面 他到了一楼之后 他就把那个面罩 这样拿起来 对 然后就被人家看到嘛 那时候你一定想说 完了要穿帮了 对 但是旁边也有一个 一模 几乎一模一样的新海风 因为他是 因为红到 就是新海风红到 就是 cosplay的人也会去 就是用非常非常 如假包坏的方式 来模仿他 对 然后他就变成是 瞬间就变成是 其中一个 很厉害的cosplay的人 对 没错 就是他们就是 这些cosplay的人啊 就说 我们活动结束了 去吃饭吧 阿公你也一起来吧 一起搭 搭那个 计程车 对 然后阿公就跟 另外一个 也假扮新海风的 这个一个人啊 就一起上了计程车嘛 对 那那个男生啊 他是一个 cosplay的服装的 公司的人 对 对 他就是很善于 做这些有的没的嘛 这样子 他就 递了名片给 这个阿公 就跟他讲说 啊我是做这个的啦 对 对 那这个人叫做杜鞭 杜鞭就说 哎 就是 这是我的名片 然后他就 开始跟这个阿公 攀谈了起来 他就说 そちら よくできていますね そちら 就是你啊 你那个东西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 一整身的这个 机器人装啊 真的 よくできていますね 看起来好赞哦 做的不错耶 他不知道 是跟本尊 做得好好哦 逼真 这样子 他就说 手作りですか 是手做的吗 这样子 阿公就吓到说 蛤 他说 哎 啊 いや 他就是有点惊讶 他说 啊不是啦 知り合いで こういうのが 得意なのがいて 知り合いで 在我认识的人里面 こういうのが得意 就是擅长 做这种事情的人 がいて 好 就是说 其实 这是我认识的人 做的啦 这样子 他说的也没错 没有骗子 就认识 就是三个工程师 做出来的 饥渴 他就进去 这样子 他说的是没错啦 对 只是不是为了cosplay 对对 就很会弄这些东西 这样子 对 好 那这个阿公呢 他原本就是 上了这計程车 是要跟这些cosplay的人 一起去吃饭嘛 他就想说 不要 我不要下车 我要去别的地方 他就跟司机讲说 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就请司机开车 开到他女儿家去 嗯 然后呢 就去按门铃了 这一场戏 就真的是 你说的 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怎么可能 一个机器人 他会自己坐計程车 然后阿公 本来有承诺说 就是会让他 跟新海峰啊 什么拍照啊 签名什么的 嗯 就阿公不在 然后这些家人说 欸阿公呢 不在算了 哎呀 进来进来进来 就是说 赶快来看哦 新海峰来咯 这样子 他们就很开心这样 嗯 接下来扯的事情 就是这些 就是说 这个机器人呢 他什么都知道 他知道这个家 进去的时候 要先脱鞋子 对 还有一条布 是放在鞋柜里面 要拿出来 要擦擦脚 他也都知道 嗯 然后呢 就是他要签名 给这个孙子孙女的时候 还用毛笔字写 本来说要用什么原子笔 都不要 他就是自己去拿了一个抽屉 里面有这个书法用具 给他拿出来之后 还写了他的名字 小朋友的名字 还说就是什么 他不会讲话 对 不会讲话 就直接都是用写 就是拿出那些笔啊 然后就是写了这个签名啊 写了孩子的名字之后呢 还说洋葱要记得吃完 不要剩下来哟 然后你要用手机 可能要再 等到大一点之后什么的 嗯 就是在那边签名之余 还在那边 就是想要寻寻善用什么 对 这怎么可能 所以那个 我觉得不合理的点 就是妈妈也不会去戳破这样 可是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 妈妈其实知道那是爷爷 我不觉得耶 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家都是傻子 就是实在是太偶像崇拜到一个程度了 就是这一定是真的 因为当初那个新海峰在博览会上救了人 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什么都做得到 就是一个人搭計程车来也是OK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就专属于他们 因为他们想过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个服务 反正就是觉得 我那时候看觉得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怎么可能不会有所怀疑呢 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来合照 就是妈妈帮这个孙子孙女 还有这个阿公一起拍照嘛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个地方啊 他虽然说很不合理 可是我觉得他背后有很深的寓意耶 就是好像爷爷用真面目似人的时候 其实得不到这一家人的喜欢 就常常会被 然后就是仪器啊这样子 就是不太理会这样子 就觉得是个怪老头 可是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就是衣装之后 他就变成一个红人 然后大家都想要亲近他 然后我觉得有点悲哀 我在后来仔细回想 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有洋葱的点 对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老人是不是也都是 就是是一样的一个处境呢 就是一定要做 非得要做一个就是小孩喜欢的一个 扮一个喜欢的人物 他们才会喜欢 对啊 真的 那小孩子就是完全不宜有他嘛 就是三个人就合照了 孙子孙女跟阿公这样子 然后在拍照的时候呢 孙子说了一句话 他说 怎么感觉有阿公的味道 老人味 对对对 然后呢 姐姐就是那个孙女啊 就闻了一下 真的耶 有阿公的味道 所以就是阿公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犹豫 就是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我这个面罩给掀起来呢 想想还是不要好了 还是让这个美好的印象留在这里吧 他就坐健身车走了 可是我觉得坐健身车走 反而我觉得不会很不合理 因为他只要是跟那个健身车司机说 他是cosplay就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他这一家人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不已有他 觉得很奇怪 我也真的觉得很奇怪 好那就是时间就已经很晚了嘛 因为这个林母阿公啊 他就是不告而别 就突然就是从那一个活动消失了 然后就是让三个工程师找不到人嘛 就非常非常担心的跑去河里面找 就会不会已经掉到河里面淹死什么的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阿公就回到了原本的地方 然后就遇到了三个工程师 工程师真的是超级生气 又急又气 就是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好不好 嗯 对啊 可是呢阿公 我觉得那时候他就是有一点 哎呦你不要担心啦 我又没有就是被人家看出来看穿这样子 OK的 可是其实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他这样子的自私的举动 已经造成人家正在工作的这个人的困扰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 很任性的老人 对他真的任性啊 可是又有点不忍责观 因为他其实也是在做一个 他自己很想做的事 他就是想要享受天伦之乐嘛 对 对啊 所以我就是有点不忍责怪 可是还是觉得说 哎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以前也是工作过的人呢 这样子人家吓死了好不好 对 很自我 真的是 好那总之呢 阿公啊 他跟着这个三个工程师 南征北讨 真的是花了超级多的钱 可是呢 因为实在花太多钱了 就是多到这个他们公司的会计 就说你们到底跟机器人做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花这么多钱 太夸张了吧这样子 结果呢 那工程师就想说 啊怎么办请不到款 算了算了算了 这时候他们接到了一个案子 嗯 这个案子呢 就是一个大学的邀请 就是哎 希望可以邀请新海峰的设计的工程师 一起来这个介绍 做研讨 对来这个研讨会一下这样子 嗯 这场就很好笑 就没想到啊 嗯 现场有超级多专业的机器人研究人才 我觉得日本真的很夸张啊 他们只是一个社团 可是我觉得机器人大国有这些社团很正常啊 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让人觉得 扯扯扯奇说 哎呦我得说 他们这个电影是真的 真的去找那些专业人士来帮这个背书的 他们真的不是随便信口乱说的这样 对然后呢就是现场大学生就是举手啊 就发问啊 问就是超级多专有名词 就是他们三个工程师哪知道那些答案啦 就是不知道他们只有做过机壳而已啊 不是这个有一个不合理的点就是他们都是表现了这么的就是 好像呆滞然后都讲不出话来 然后甚至就是根本就没有经验的样子 但是全场的人也都不怀疑 对就是把他们当偶像崇拜嘛 你看是不是有一个 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吧 就是也许你不是真正的专业 可是你如果说表现出一个样子的时候 他们可能真的是都会相信 就是神棍啊 就是你说之前我们有做过有一部片就是那个 特约经纪公司 对就是日本好像蛮相信专业的 然后就真的有时候就是会一直盲目的服从下去 对啊那这个大学就是当初新海风机器人救了的那个女孩 读的大学 对 这个活动就是他办的啦 他做第一排就是超兴奋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初救我的偶像的设计者耶这样子 然后那一场那个研讨会就太多人发问很专业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工程师就非常的尴尬 就是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呢有一个比较高的那个工程师 就那三个比较高的那个他把这个麦克风这样一把他抢过来 他讲的这一句话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 嗯 他说 你觉得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有听众问他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就反问他你觉得是怎么做的 对 然后呢这个大学生就想说 哦那应该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原理做成的吧 这样子 那一群人就讨论了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工程师就拿出笔记本抄 因为他们不会做所以他们就是反而 赶快做笔记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们就是那一场研讨会 竟然还给他顺利的结束了 还想要约接下来的时间呢 可是呢我觉得这一场戏是很关键的 就是这三个工程师 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 对 可是呢他们适时的知道说 哎我们应该要请教专业嘛 比方说刚刚他讲那句话 说你觉得怎么做的呢 我就马上想到 就是当我们这些父母啊 被小孩子问了一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慌 就先问他 你觉得呢 他会跟你讲 对他会跟你讲他的想法嘛 搞不好可以一起找出答案也不一定嘛 嗯 对那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呢 三个人知道自己明显不足 就开始去把这个什么版书啦 也拍下来啦 然后就是当时这个学生们带的书啦 赶快就是抄下来 去买 对然后去买来研读这样子 觉得说嗯不能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真的有所成长 去做一点什么研究才行 不然的话 这样下去还得了 完了 那个 阿公要失业了 那这个Sazaki Yoko啊 他就是太喜欢新海风了 想说哎大四了 我应该要来准备找工作了 他就想说那我要去这个 木村电机找工作 就是听他的这个公司的说明会 嗯 然后工程师们看到就是完蛋了 怎么可以 这真的专业的人 他发现真相 对这专业的人来的话 我们不就不要砍了吗 这样子 然后三个人就开始讨论嘛 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这个矮子 就是那一个 冰田月想说没关系啊 就让他加入啊 这样子我们就有心血了也这样子 可是呢其他两个人就很不同意 就不行不行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 会有麻烦这样 对 那这个时候右口这个女生呢 他就已经听完了说明会 准备要离开公司了嘛 就遇到这三个工程师 那其中那个胖胖的那个男生 叫泰田 叫做尾达 他长得像纳豆 很像真的很像 他就追上来这样子 就跟这个右口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蛮伤人的 他说 嗯 就活就是就职活动 就职活动的这个简称 就是找工作的意思 就是在升大四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开始偷履历啊 去听各种说明会啊 然后如果面试有通过 他就会被内定嘛 就是有录取的意思 他说啊 你要找工作啊 这件事情 是你的事情啦 你的自由啦 可是啊 可是我告诉你啊 说真的啦 就是你完全不适合做机器人 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 他才的 他们才是不适合做的 对 怎么还有脸啊 他就说 就是我们啊 已经不会再去大学做演讲啦 抱歉啦 悪いね 这样子 就是想说 就打在这里 不要再叫我们去了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 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一席话啊 深深的刺伤了 这个Sasaki Yoko 这个女生 对 他真的非常的难过 他可是被这个 这个 新海风 救过的一个女孩 对 然后他就这么爱 对啊 他就是梦想的 想要进到这个梦幻的公司去 可以就是 把自己的一己之力 贡献出来 这也很像什么你知道吗 有点像是有一天 就是那个 金城武突然打电话 跟你说 你真的很糟糕 你知道吗 我听了你们在日本清晰小语上 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 完了 还要消费我 哈哈哈 你就由爱生恨 可能真的会有点恨耶 对 如果你是天蝎座的话 就一定会怎么样 没错 查小人 我觉得这个Sasaki Yoko 他铁定是天蝎座的 他想说 气死我了 竟然不让我进这个公司 你又要掉粉 天蝎座哪 说我哪会这样 就是你说的好不好 就是你在这个 看电影的时候就讲说 他已经是天蝎座的 怎么样呢 他想说 可恶 竟然不让我设计 不让我进你们公司 我要找出你们怪怪的地方 你们真相 对 他一开始很难过 他就想说 那我再也不要研究了 这个什么 不要写这个 新海风的论文 都不要了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 这个时候 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对 就他当时在博览会里面 拍到的这个 阿公扮演的机器人啊 竟然头顶有一根毛发 诶 是头发吗 他想说 该不会里面有什么蹊跷吧 就开始追查了起来 对 对 那追查的模样 真的是十足的天蝎 对 就是 好像立刻变成一个侦探片 然后他就是 很 就是整个黑眼圈 都已经在眼上了 但是他也是弃而不舍的 终于让他查到 就是他们的住 就是那个 比较矮的那个 他住的地方 对对 他就想说 诶不行 我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 这样子 那在这个博览会 他其实有认识一个女生 她是一个地方电台的记者 想说 诶我们可以就是请这个 电视台来爆料 对 然后啊 这个电视台记者就想说 诶你真的要这样子 踢爆人家吗 可是不太对劲吧 他就说 如果这个机器人里面 真的是装一个人 真的是假的的话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机关 都没有人发现呢 就是有这么扯的事 因为大家都不疑有他 而且那个 那个阿公演得太好 对 然后右口就是 非常义愤填膺就说 就是这一点啊 就是这里在奇怪啊 他就说 他就非常非常生气 说 竟然会有人藏在那里面 完全是不合理 太愚蠢至极了 可是竟然 什么人都没有发现到 你刚才说的这句是谁讲的 就是那个右口 他非常非常生气 想说 里面有人 而且还救了我 然后我还这么崇拜他 他不让我进了公司 气死我了 我要踢爆他这样子 复仇的心 对 就是熊熊燃烧着 嗯 那与此同时呢 这个国外的媒体啊 也是有一些 怀疑 想说怎么可能 新海风这个机器人 可以做出这么 这么多 流畅的动作 对 这很复杂的事情 怎么可能 还可以救人 就很多人 还可以骑假车 对 就是很多人觉得 不太对劲 这个谣言就开始 不是谣言 是真的 就是 大家开始怀疑 这个声浪 就盛销成上嘛 那这一个 牧村奠基的老板 想说 诶 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们呢 他就把这三个工程师 叫来说 我明天就开个记者会 就跟大家讲说 这是真的 那个老板 他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老板真的是 超级弱的 对 我觉得他也是 点出了一个社会现象 嗯 就是 没有脑子的老板啊 嗯 他会觉得 他就是完全的门外汉嘛 对 就是光出一张嘴 叫那些 底下的人说 你一定要做出来 我不管啦 就是我要满足 我个人的虚荣心 只会收割 对 他只会收割成就 但是他其实都不管 那个 那个里面的细节是怎么样 对 那过程当中 还是有点 不太 就是放心 就是还问他们说 没问题吧 哈哈 你以为没问题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诶 拜托你们 你不是先彩排一下 要怎么简报什么 就直接来了 然后所有记者都来了这样子 嗯 我觉得最精彩就要这场戏了 那最后是如何 就是这个机器人 是如何结尾 我们就不说了 那我只能说 实在是 呃 惊险中 然后又带着泪水 可是又很温馨的一个结束 然后我觉得这部剧本啊 真的很强 嗯 就是我觉得他的收尾 非常非常的有余韵 嗯 会让我就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我会就是又想笑 又有点感动 又有点窩心 这种感觉 我觉得日本电影真的很强 对 就是 就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台湾没办法拍到 像这样子的电影 真的 就是它是喜剧 但是它却很有社会的关怀 然后又有发生深心 然后最后你会猜不到最后结局 居然是这样子 对 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才 但是 对 我们才就是一定建议大概 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大半部电影 但是你还是一定要去看这部片 对 因为最后一定会让你就是有 很深的体悟 对 还有很深的 很大的惊喜 没错 我最后竟然哭了 对啊 对 怎么会这样呢 那这个木村阿公啊 他就是原本是在这个机器人里面嘛 那因为他是被怀疑说 这个星海峰是假机器人嘛 那最后是怎么样 就是惊险度过难关 我们就不说了 总之呢 这个阿公 他就是完成任务之后 他就是要离开木村奠基这公司 在经过这个警卫室的时候 警卫先生就出来说 欸欸 你是谁啊 哪来的人啊 他就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 等一下 おじいさん どこから入ったの おじいさん 老爷爷啊 老先生啊 どこから入ったの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哪里进来的 我们公司的呀 嗯 然后林牧阿公就说 欸 我啊 就是那个新海峰呀 这样子 然后这个警卫先生就 障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就说 蛤 欸 你在说什么呀 你是新海峰 然后这个时候呢 阿公又说 ニューシオガゼニハイテノ ワタシナノ 我觉得这个句子 应该有两个意思 他这句话 原本的意思 应该是说 ニューシオガゼニハイテノ 就是说 我进去了啦 我进到那个 机器人的壳里面啦 ワタシナノ 是我啦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因为ハイル 它是除了有进去之外 还有装进去的 那个意思 ハイテルノワ ワタシナノ 其实啊 新海峰里头装的人啊 是我啦 这样子 而且那个警卫 他之前的问题也是 那个就是 你是怎么进去的 对 他用了ハイ打 就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你是怎么进来 我们公司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 这个对白 是蛮有深意的 他可能是很表面的问说 你是从哪里进来的 可是阿公 他可能一时也没听清楚 就说 啊 我啊 我就是进到 那个机器人里面的牙 那个人就是我啦 这样子 然后那个 警卫先生就说 蛤 你说什么 啊 末逸 你走啦 走啦 回家吧 拜拜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阿公他就带着 非常满足的微笑 离开了这个公司 我觉得他就好像 完成了一个人生 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很 他让人就是 会心里笑的一点 就是说 还有很有深意的一点 是说 老人家讲了一件 是真的事情 可是我们却不相信 因为我们会觉得 他 他懂什么 他已经老还颠了 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他们讲的是 真理名言 是事实 对 可是我们却就是觉得 把它当作玩笑话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老人其实是很有智慧的嘛 那我们有时候就是 不听老人言 那我们就会吃亏 或者是 就是没办法去真的获得 人生的一些的体悟 对 但虽然我讲的有一点点夸张了 但是我觉得他 虽然是在这个喜剧的背后 其实我觉得导演 他有很深的 在跟这社会沟通 就是希望说 大家不要觉得 老人就是不重用 对 或者是 他 他讲的一些话 如果你不相信 那你就完全不去深究他 但是其实 他讲的话 搞不好是真的哦 对 搞不好是真的 其实不是真的也好 可是至少 我觉得 我们一开始先不要用那种 带着有色眼光 或者是 有色的眼镜 去看待他们的这些事情 对啊 是更好的 真的 而且这个饰演 林瓦公这个男生 他的名字叫做 武时兰姓次郎 他看起来是个 平凡至极的老人 他可是个摇滚乐的歌手 对 真的很厉害 他是歌手 然后他也是一个音乐家 对 对 非常的厉害 他的片尾曲 就是他唱的 对没错 这个歌叫做 Mr.Roboto 就是这个机器人先生 是武时兰姓次郎 这个男生 跟那个 Silva Genzai Center 这一个团体 一起演唱的 嗯 非常的好听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配乐 我还蛮喜欢的 他就是有 带有一点点科技感 但是那个科技感是 他用一些合成器 但是其实是比较老的 对 会让你觉得 有点复古的 的机器感 所以 他这个导演 他就是让这个机器人 跟老人 这个议题 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他的配乐 也是很值得一听 对 没错 那最后 我就要分享 这个电影海报上面的 一段日文 他叫做 好 好 对 那我们就聊到这边咯 嗯 好 那就礼拜五或礼拜六见 哎 我这一次啊 因为我们最近 就是新一天 有一个 就是课程 嗯 所以我觉得 我们最近可能要 疯狂的 就是赶这个课程 的一些东西 所以 我有点想要跟大家演 演到下礼拜一 好啊 对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会没有时间 准备 好啊 OK 好 那就之后再聊咯 好 OK 拜拜 拜拜